我们活着为了石魔,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,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,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,忘记了别人的大恩,五十点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,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。 五十一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,这个就是慈悲。 五十二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,不要有杀伤力,不夸己能,不养人恶,自然能化敌为有。 五十三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,不要欺骗你自己。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,所以请不要抱怨。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,自欺欺人被人欺。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欠子。 别人能欠你一时,而他却会欠你一辈子。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。 东西南北都好。 如有一人未渡。 切莫自己逃了。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,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 如果你很放手,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, 不肯放下。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,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盘废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。 我有我的生命观。 我不干涉你。 只要我能。 我就敢化你。 如果不能。 那我就认命。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。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。 。 不管他有多坏。 不管他有多坏。 有多恶。 你欲骂他。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 你要想。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六十三点。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。 别人可以害我们。 打我们。 毁谤我们。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 为食魔。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。 六十四点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。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。 就得先受苦受难。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。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 万物皆为我所用。 但非我所属。 六十六点。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。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。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 六十六条经典。 六十六条经典。